五花肉 相信五花肉料理 在我们心目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为什么呢 你看哦 从肉肉 红烧肉 还有炸的 烤的 汆烫的 每一样跟五花肉有关的料理 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那记不记得我们每道小吃店 尤其是米哥打 咸粥店或是面摊 都会有一道红烧肉 这个红烧肉 它不是用卤的或炖的哦 它是炸的 腌完一个很好吃的酱料之后 沾着地瓜粉 酥炸起来 非常开胃也很好吃 那今天跟着阿千的脚步 一起来制作这一道 充满古诈别台式炸红烧肉 我先来介绍这个最重要的炸粉 那这道红烧肉要用的是正统的地瓜粉 那我现在拿了我们到超市最常看到会有两种不一样 但是都是标明番薯粉 在我现在的左边这边这里写着木薯粉 你看到它的外包带也会写着番薯粉 我这边买的是纯的地瓜粉 你从外包带开始看到内容物 写着地瓜粉 它的颗粒非常的粗 而且颜色不会那么白 甚至会带一点点略略的白黄色 这个就是比较纯的地瓜粉 它的成分就是用地瓜淀粉下去制作成的 它们两个最大不同在于 这个粗颗粒比较少 甚至粉末比较多 它有没有粗颗粒也有 如果你买不到真正的地瓜粉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木薯粉来做一个替代 但是用这个地瓜粉炸出来的红烧肉 是最对味也最好吃的 粉类介绍完了 先来调酱料 待会酱料调好五花肉 只要简单的切个适当大小 放下去就可以腌 红烧肉的制程非常简单 它最大的重点在于我刚介绍的粉类 还有精准比例对味的腌料 现在呢来先准备葱 这个葱差不多切个小段 然后用刀子稍微去压它 这个动作就是我要让葱 它的粘液汁液跑出来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葱 辛辣的味道 增加它炸起来的香气 蒜头的部分 压扁 压越扁越好 这样子下去做酱料腌制的时候 蒜头它的精华香气 才会充分的散发出来 红烧肉腌料里面 最主要的两种新香料 葱跟蒜头的前处理 就像这样子 再来放入酱油 加四大匙下来 酱油糕一大匙 乌醋加两大匙 再做这一道红烧肉 乌醋占非常非常大的香气来源的角色 你不用担心乌醋下去炸起来的肉 会不会酸 完全不会 你透过高温一煮 它就会发掉 留下的是乌醋它的香气 还有它的甘甜 让这一道红烧肉腌起来 更具有古早味的味道 这里我就不加水了 我就靠酒下去腌 不用担心腌起来会不会有太浓厚的酒味 炸出来之后 你不但吃不到酒味 你会吃到非常清香跟甘甜的味道 酒加五大匙下来 辛香料的部分 五香粉重要的香料来源 也一定要加 一小匙下来 白胡椒粉 1小匙 黑胡椒粉 1小匙 二叉糖 两小匙下来 这一些就是腌 红烧肉的调味料 搅拌均匀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戴手套下去抓 这一些辛香料的香气 抓出来更好 把糖搅拌到完全融化掉 我先放旁边 处理五花肉 买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比较中间的地方 它的肥瘦会比较均匀 然后切的厚度 是在1.5公分 你要切到2公分也可以 但是2公分以上 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太厚 下去炸不好炸 吃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会有太腻的感觉 就直接对半切就好了 把切好的五花肉 放到这里面来腌 下去之后 就像这样子 封个保鲜膜 放在冷藏冰箱 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五花肉已经腌了3个小时了 腌好了之后 拿起来稍微滤干放下来 先用手轻轻的 表面先有吃到地瓜粉 再来用手去压它 这个动作很像炸鸡排店 你会看到老板 在那边压那个鸡排 一样的道理 尽量记得粘厚一点 不是说炸起来是厚粉 是你地瓜粉 它在粘的时候 你尽量让它均匀厚一点 然后这里我建议起来之后 你不要去晃动它 让它自然这样子放在旁边 它会反潮 如果你刚刚那个动作 在这样摇晃 地瓜粉掉下来之后 它又反潮 它的粉下去炸 容易黑 因为里面有吃酱油 再来不够酥 静置反潮的时间 我会建议抓个差不多10分钟 充分的反潮 炸出来的红烧肉 才不会疲漏分离 静置反潮10分钟 你会看到表面的地瓜粉 它有稍微受炒 然后似乎黏得更紧 那颜色也带有一点点的酱油色 再来要下去炸 这个油温非常重要 在炸红烧肉绝对不能高温 最适当的油温是150到160度 筷子放下去 它冒很细的泡 有没有 这样的油温 差不多就是落在155至160度 有沾地瓜粉的东西在炸 本来就很容易黑 我们这个有腌酱油 所以下去炸 温度太高也马上黑 五花肉 它的肉比较厚 跟一般的肉饰 肉片不一样 所以它需要一点时间去炸它 所以这三种因素 你绝对不能高温 受潮厚的一样拿起来 轻轻的就好 把表面多余的粉拍掉 放到油锅里面来 火在炸的习惯 我刚下去 我会先关一下火 让它定射跟定温一下 然后你感觉它在炸的火力 没那么强的时候 再转很小的火 慢慢去炸熟 在整个用小火炸红烧肉的时间 差不多会落在七到八分钟 在这过程中 可以把五花肉完全炸熟之外 表皮也会炸的酥脆 刚下去一分钟内不要去动它 毕竟我们不是很高温 还没成型前 你去锅动它 地瓜粉 它会跟猪肉泼离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用小火炸了七分钟了 五花肉都已经浮起来了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动作 转大火 心理莫属 20秒 这一个动作就是要逼油 透过瞬间拉高油温 把多余的油给逼出来 但不要太久 因为你一太久 红烧肉它就会黑掉 所以在炸这个红烧肉的时候 火候跟时间 我一开始讲的非常的重要 30秒之后 来 赶快捞起来了 把油给沥干 炸好后 直接先拿起来 稍微放凉一下 这样表面会更酥脆 炸好的五花肉 稍微放凉了之后 就可以来切了 切呢 你可以直接 直接斜切都可以 像我这样子稍微斜切 看它起来的 里面的颜色非常漂亮 在切的时候 那个香气非常的香 又迷人 相信在做这道 红烧肉的时候 不止你全家会 全部都挖过来 说不定邻居 也会温香而来 台式炸红烧肉 香喷喷上菜 如果你有喜欢 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 订阅 按赞 加分享 让阿清知道说 今天的影片 你有喜欢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